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变得有担当一些 于是朱之文就给儿子安排了相亲 但是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听说大一哥让儿子相亲成功统 并且还是一个村花 这下大一哥心里肯定没急了 给儿子找了一个不错的媳妇 但是这两天有网友传出消息称 大一哥的亲家张口就要一百万的财力 好像是大一哥对这个儿媳妇是非常的满意 并没有在意那么多 直接就答应了 也有网友趁这一百万的财力 是朱之文主动给的 如果是朱之文主动给的 那朱之文的做法也真的是绝了 想要用这样的方法打动庆下的心 老家气候夏天过热 冬天太冷了 大一哥朱之文为儿子取媳妇 开心装空调 网友都感慨 朱之文是一个好父亲 为了儿子什么都舍得 而且一直都不忘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农民大哥形象 还有人表示 这个即将嫁过来的姑娘 到了大一哥家中 一定会享福的 这位准门儿媳不仅长得漂亮 据说人也不错 根据网友的爆料 这位姑娘对大一哥还是挺孝顺的 而且是个懂事的人 也挺勤快的 会来试 也有很多网友酸道 这个女孩肯定是为了钱才答应的 但是可能两个年轻人 真的是为了感情才在一起的呢 成名后的朱之文不同凡响 出手就是阔气十足 只是这种一致千金的做法 看起来有点土豪 金贤在朱之文看来也许最实在 大一哥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自己对儿媳着重视和喜爱吧